话说凤姐儿自甲脸送黛玉往扬州去后 心中实在无趣 每到晚间 不过同平儿说笑一回就胡乱睡了 这日夜间 何平儿登下雍炉 早命浓熏秀备 二人睡下 屈指计算行程 盖到何处 不知不觉 已交三谷 平儿已睡熟了 凤姐方觉睡眼微蒙 恍惚只见秦氏从外走进来 韩笑说道 沈娘好睡 我今日回去 你也不送我一程 阴娘们素日相好 我舍不得沈娘 故来别你一别 还有一件心愿味了 非告诉沈娘 别人未必重用 凤姐听了 恍惚问道 有何心愿 只管托我就是了 秦氏道 沈娘 你是个枝粉队里的英雄 连那些树袋顶关的男子 也不能过你 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 常言越满则亏 谁满则亦 又倒是登高必跌重 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 已将白仔 一日躺获乐即生悲 若应了那句 树倒狐孙散的俗语 岂不虚称了一事 师叔就足了 凤姐听了此话 心胸不快 十分敬畏 盲问道 这话绿的吉士 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余 秦氏冷笑道 沈娘好吃也 脾气太来 荣辱自古猪而复始 其人力所能长保的 但如今能于荣石筹划下 将来衰食的誓言 亦可以长远保全了 即如今日 猪是巨妥 只有两件未妥 若把此事如此一行 则后日可保无患了 凤姐便问道 什么是 秦氏道 穆金祖营虽四十祭祀 只是无一定的钱两 第二 家属虽利 无一定的攻击 以我想来 如今圣石顾不缺祭祀攻击 但将来败落之时 此二相有何出处 莫若依我定见 赶今日富贵 将祖营附近夺着田庄 房舍 帝母一杯祭祀 攻击之费皆出自此处 将家属以设于此 合同族中长幼 大家定了则立 日后暗房掌管这一年的地母 钱两 细寺 攻击之势 如此周流 又无争竞 也没有点卖住笔 便是有罪 几乎可以入关 这祭祀产业 连关也不入的 便败落下来 子孙回家读书务农 也有个退步 祭祀又可永继 若穆金以为荣华不绝 不思厚日 终非长测 眼见不日 又有一件非常的喜事 真是烈火朋友 鲜花祝锦之盛 要知道也不过是 瞬息的繁华 一时的欢乐 万不可望了 那盛言必散的俗语 若不早为后旅 只恐后悔无一了 凤姐盲问 有何喜事 寻视道 天机不可泄露 只是我与沈娘好了一场 临别赠你两句话 需要记住 因念道 三春去后竹方进 客自须寻各自门 凤姐还欲问时 只听二门上传出云板 连扣四下 正是丧音 将凤姐惊醒 人回 东府容大奶奶没了 凤姐瞎了一身冷汗 出了一回神 只得忙穿衣服 往王妇人出来 彼时何家皆知 无不纳闷 都有些疑心 那长一辈的 想她素日孝顺 平辈的 想她素日和睦亲密 下一辈 想她素日慈爱 以及家中仆从老小 想她素日连 平息见爱老慈幼之恩 莫不悲好痛哭 闲言少叙 却说宝玉因 近日临待遇回去 胜得自己落单 也不获人玩少 每到晚间 便索然睡了 如今从梦中听见 说秦氏死了 连网翻身爬起来 只觉心中四桌了一刀的 不觉得哇的一声 只喷出一口血来 席人等慌慌忙忙 上来扶住 问是怎么样的 又要回贾母去请大夫 宝玉道不用忙 不相干 这是急火攻心 血不归精 说着便爬起来 要衣服换了 来见贾母 时时要过去 习人见她如此 心中虽放不下 又不敢拦阻 值得由她罢了 贾母见她要去 因说采业气的人 那里不干净 二则业力风大 等明早再去不迟 宝玉那里肯依 贾母命人被车 多拍跟从仁义 拥护前来 一直到了宁国府前 只见府门大开 两边灯火 照如白昼 乱哄哄人来人往 里面哭声 摇阵山岳 宝玉下了车 忙忙奔着 亭陵之势 痛哭一番 然后见过游士 谁知游士正犯了 胃气疼的就正 睡在床上 然后又出来见贾真 彼时贾代儒 带修 贾赤 贾孝 贾盾 贾盛 贾正 贾从 贾 贾行 贾光 贾称 贾穷 贾灵 贾强 贾昌 贾灵 贾云 贾秦 贾真 贾平 贾早 贾横 贾分 贾方 贾兰 贾君 贾知等都来了 贾真哭得累人一般 正和贾代儒等说道 何家大小 远近亲友 谁不知我这媳妇比儿子还强十倍 如今身腿去了 可见这长房内绝灭无人了 说着又哭起来 众人劝道 仁义此事 哭也无意 且商议如何料理要紧 贾真拍手道 如何料理 不过尽我所有罢了 正说住 只见秦邦夜 秦中游士几个眷属 游士姊妹也都来了 贾真便命假穷 贾琛 贾林 贾强四个人去陪课 一面吩咐去请秦天间阴阳寺来择日 则准听灵七夕四十九日 三日后开丧颂复吻 这四十九日 单请一百零八众僧人在大厅上拜大悲颤 超度前往后死贵魂 令是一谈于天相斗 师九十九位全真道士 大十九日解缘喜夜教 然后停灵于汇方园中 灵前另外五十众高僧 五十位高道 对谈暗期做好事 那贾静文的长孙喜死了 因此为早晚就要飞胜 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红尘 将前功尽弃呢 故此并不在意 只凭贾真料理 写说贾真字意奢华 广告拍时 几幅沙漠版皆不重 可巧薛盘来调 因见贾真寻好版 便说我们墓店里有一幅版 书是铁网山上出的 做了棺材 万年不坏的 这还是当年先父带来的 元系忠义亲王老千岁要的 因他坏了事就不曾用 现在还封在店里 也没有人买得起 你若要 就抬来看看 贾真听说甚喜 急命抬来 大家看时 只见邦底街后八寸 文若冰朗 微若弹射 以手扣之 生如玉石 大家称奇 贾真笑问道 价值几何 薛盘笑道 拿着一千两银子 日怕没出卖 什么价不价 赏他们几两银子 做工钱就是了 贾真听说 连忙道谢不尽 急命解决造成 贾正音劝道 此无恐非常人可想 炼以上等沙漠 也罢了 贾真如何肯听 忽又听见 秦氏之丫鬟 名幻锐珠 见秦氏死了 也处逐而亡 此时更为可喊 何族都称叹 贾真 遂以孙女之礼并恋之 以并停灵 迂会方圆之邓心阁 又有小丫鬟 名宝珠的 殷勤是无处 乃愿为一女 请任摔丧 嫁龄之任 贾真甚喜 时时传命 从此几乎 宝珠为小姑娘 那宝珠 暗卫嫁女之礼 在灵前 哀哀欲绝 于是和族人 并家下 诸人都各尊救治刑事 自不得错乱 贾真因想到 贾荣不过是 鸿门剑圣 灵番上写实不好看 便是执事也不多 因此心下甚不自在 可巧这日 正是首期第四日 早有大明公 掌公内奸戴权 先贝勒激励前任来 此后做了大叫 打到明罗 亲来上纪 贾真忙接待 让坐至斗风轩献查 贾真心中早打定主意 因而趁边就说 要与贾荣捐个虔诚的话 贾全会议 因笑道 想是为丧礼上风光些 贾真忙道 老内相所见不差 贾全道 事到凑巧 正有个美缺 如今三百元龙敬尾 缺了两元 昨儿香阳侯的兄弟老三 来求我 现拿了一千五百两银子 送到我家里 你知道 咱们都是老乡好 不许怎么样 看住他爷爷的分上 胡乱硬了 还剩了一个缺 谁知永兴节度 是疯胖子 要求与他孩子捐 我就没功夫硬他 既是咱们的孩子要捐 快写个履历来 贾真忙命人 写了一张红纸履历来 贾全看了 上写着 江南应天府将宁县 建生贾荣 年二十岁 曾祖 原刃经营节度史 是习一等身为将军 贾代化 祖 冰尘科金是贾镜 副 是习三品角 威劣将军贾真 贾全看了 回首地域 一个贴身的小四收了 道 回去送与户部 躺关老赵 说我伴上他 起一张 五品龙敬威的票 再给个执照 就把这履历填上 明日我来对银子送过去 小四答应了 贾全告辞 贾真款留不住 只得送出府门 临上叫 贾真问 银子还是我倒不去对 还是送入那相府中 贾全道 若到不理对 你又吃亏了 不如平准一千两银子 送到我家就完了 贾真感谢不尽 说 大夫满 清代小犬 道府叩谢 于是作别 接着又听贺道之声 原来是中敬侯 石鼎的夫人 带着侄女石香云来了 王夫人 行夫人 凤杰等刚迎入正房 又见锦香侯 川宁侯 寿山伯三家祭礼 也摆在林前 少时三人下轿 贾真街上大厅 如此亲朋你来我去 也不能计数 指着四十九日 一条宁国府街上 白漫漫 人来人往 花醋醋 管去官来 贾真令贾荣 侧日换了吉福 领平回来 领前共用直视等物 巨案无品之力 领牌书上接写 告授贾门寝室 疑人之灵位 为方圆 临接大门洞开 两边起了古乐厅 两班轻一按时奏乐 一对对直视摆的 刀斩斧节 更有两面珠 红霄金大牌 竖在门外 上面大叔道 房户内庭 自进道 御前侍卫龙敬位 对面高启 驻宣坛 僧道对坛 房上大叔 世袭宁国公种 孙父房户内庭 御前侍卫龙敬位 贾门秦 是疑人之丧 四大部州 至中之地 奉天永建 太平之国 总理须无寂静 沙门僧 陆思正堂万 总理原始正一教门的 祭司正堂业等 敬仅休寨 朝天寇佛 以及恭请朱切兰 接地公草等神 圣恩浦阳 神威远镇 四十九日 萧灾喜业平安水路 道长等于 亦不及烦记 只是贾真 虽然心意满足 但里面游士 又犯了就急 不能料理事物 唯恐各告明来往 亏了礼数 化人笑话 因此心中不自在 当下争忧虑时 因宝玉在侧 便问道 事实都算妥贴了 大哥哥还愁什么 贾真便将里面 无人的话告诉了他 宝玉听说 笑道 这有何难 我见一个人与你 权利这一个月的事 管包妥道 贾真忙问是谁 宝玉见座间 还有许多亲友 不便名言 走向贾真耳边 说了两句 贾真听了 喜不自胜 笑道 这果然妥贴 如今就去 说着拉了宝玉 辞了众人 便往上房里来 可巧这日非正经日期 亲友来得少 里面不过几位 近亲躺客 邢夫人 王夫人 凤姐并和族中的 那段陪坐 闻人报 大爷进来了 唬得众婆娘呼的一声 往后藏着不点 独凤姐款款站了起来 贾真此时 也有些病症在身 二则过于悲痛 阴主歌拐 夺了进来 邢夫人等阴说道 你身上不好 忧连日多事 该歇歇才是 忧进来做什么 贾真一面主拐 扎正着 要蹲身跪下 请安到罚 邢夫人等忙 叫宝玉掺住 命人拿椅子 与她坐 贾真不肯坐 一勉强陪笑道 侦儿进来 有一件事 要求二位沈娘 大妹妹 邢夫人等忙问 什么事 贾真忙说道 沈娘自然知道 如今孙子媳妇没了 侦儿媳妇又病倒 我看里头 住食不成体统 要屈尊大妹妹一个月 在这里料理料理 我就放心了 邢夫人笑道 原来为这个 你大妹妹 陷在你二婶娘家 只和你二婶娘说就是了 王夫人忙道 她一个小孩子 何曾经过这些事 躺货料理不清 反叫人笑话 倒是在反别人好 贾真笑道 沈娘的意思 侦儿猜住了 是怕大妹妹劳苦了 若说料理不开 从小 大妹妹玩笑时 就有杀伐决断 如今出了阁 在那府里办事 越发历练老城了 我想了这几日 除了大妹妹 再无人可求了 沈娘不看这 和侦儿媳妇面上 只看死的份上罢 说着 流下泪来 王夫人心中 为的是 凤姐未经过丧事 怕她料理不起 被人见笑 经见贾真苦苦的说 心中已活了几分 却又眼看着凤姐出身 那凤姐苏日醉喜懒事 好卖弄能干 经见贾真如此样谈 心中早已远了 又见王夫人有活动之意 便向王夫人道 大哥说得如此恳切 太太就疑了吧 王夫人悄悄地问道 你可能吗 凤姐道 有什么不能的 外面的大事 已经大哥个料理清了 不过是里面照管照管 便是我又不知的 问太太就是了 王夫人见说得有理 便不出声 贾真见凤姐远了 又陪笑道 也管不得许多了 横述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 我这里先与大妹妹行礼 等完了事 我再到那府里去谢 说着就作医 凤姐连忙还礼不迭 贾真便命人 娶了宁国府的对牌来 命保预送于凤姐 说道 妹妹爱怎么样 办就怎么样 要什么 只管拿这个娶去 也不必问我 只求别存心替我省钱 要好看为少 二则也同那府里一样待人才好 不要存心怕人抱怨 只这两件歪 我再没不放心的了 凤姐不敢就接牌 只看着王夫人 王夫人道 你大哥既这么说 你就照看照看罢了 只是别自作主意 有了事 打发人问你哥哥 嫂子一声二要紧 宝玉早向贾真手里 接过队牌来 强抵于凤姐了 贾真又问 妹妹还是住在这里 还是天天来呢 若是天天来 越发辛苦了 我这里赶住 收拾出一个院落来 妹妹住过这几日到安稳 凤姐笑说 不用 那边也离不得我 倒是天天来的好 贾真说 也罢了 然后又说了一回闲话 方才出去 一时 女眷散后 王夫人应问凤姐 你今儿怎么样 凤姐道 太太只管请回去 我需得先理出一个头绪来 才回得去呢 王夫人听说 便先同行夫人回去 不在话下 这里凤姐来至三间 一所爆煞中座了 音响 头一件是人口混杂 一是东西 二件 是无专管 灵气推尾 三件 许用过费 滥知茂灵 四件 任无大小 苦落不均 五件 家人豪纵 有连者不能扶钱数 无连者不能上进 此五件 时是宁府中风俗 不知凤姐如何处置 且听下回分解 这部纯粹是我个人认为 非常好的作品 所以我做了这部影片 给大家 主要目的是 让盲人或市场人士 能够观看电视和电影 为残障人士提供包容性体验 使他们能够获得 与其他人相同的信息和娱乐 赶紧去看完这部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就支持这个系列吧 你的流量是我的动力 请不要吝啬的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然后点开旁边小铃铛 和给我一个大目沟哦 请不吝啬发达